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自从小强当上市场之后就满了很多 每天上线第一件事就是过来看看防荣度 现在很多小伙伴都知道小强建营地了 也是风波表示想要进来玩一玩 升到16级还需要200多的防荣度 现在能快速获得经验的方法 也就只有研发科技建房子还有购买营地商品了 建房子不需要建的多漂亮 只要建柱子满了就行 这个就需要小伙伴们积极一点了 商品的话如果先麻烦的也可以在营地购买哦 小强建柱子已经满了 现在也就只能搞搞科技研发 目前还缺5000金条大量的石头和木头 金条的话小强已经把材料都卖了 起点均就可以了 咱们先来兑换石头这些材料吧 这号是一个粉丝送给小强的 他还是说不想玩了 装备也还算可以 由于把汤姆迅和未来还讲 其他的就有一般了 仓库没什么材料 装员等级也比较低 正好可以拿来当搬运工 总算是兑换完了咱们回营地吧 自从当然市场之后总是东奔西跑的根本没行过 原本小强还以为把权限给粉丝后自己就可以当个甩手掌柜了 但后来发现要操心的事还是很多啊 那肯定啊 不然你还以为市长这么好当呀 开始我还觉得市长是个挂名的 现在才发现是个超级保姆啊 你的觉悟很高嘛 这边小强把材料运回来 刚好可以升装了 以后正好就可以去打沙石宝了 又能兑换不少的材料呢 正好以后就装门又来升几银币吧 捐捐石头金条啥的也是很不错的 咱们把房子兼柱子刷嘛 再多运几趟物质就去睡一觉吧 小强现在真的很累 上下眼皮都开始打架了 哎哟小强睡网一觉回来 银帝就升级了 小强帮忙还是很给力的嘛 看来大家都在努力啊 KK咱们一定就是要这种氛围 这样王才会更团结嘛 又有新的小强加入了真开心啊 看着这些消息 小强才感觉自己的努力没白费 小强拍卖的高分子和六角丁都卖掉了 咱们把镜条拧一下都捐了吧 下一次升级需要更多金条 能捐一点吃一点 能说的都说了 原本小强是打算去打仗义作证入的 没想到有个粉丝私信我说是中了个时尚钱的礼包 厉害啊 这种很欧皇嘛运气这么好 又希望金条到手了小强都已经羡慕了 要是我自己钢的话起码得钢个三四千才能撞到呢 算了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咱们还是老老实实钢吧 好啦本期视频就在这里 我是小强我们下期见 拜拜